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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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自己赎罪的光景 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求主保守我们 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之后 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爱主 更多的能够背着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这对赎罪日 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 他们都穿得很整齐 他们的衣服 他们就可能在不同地方在会堂 或者在哭墙那边 很多人在那边 这边纪念 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其实在那天是 悔罪 他们主要是进食悔罪 所以他们是从吹脚节 是七月一号 就是上个礼拜一开始 他们一共有十天 从一号二号三号一直到十号 十号就是赎罪日 那天是一个高峰 那他们每天都开始悔罪 他们为自己的罪 检讨自己的罪 所以到了这个赎罪日那一天 是大祭司 一年一次进去自圣所 那边为所有的人赎罪 首先他为自己赎罪 也为全以色列人赎罪 所以这一天是一个最重要的 神若是悦纳他的赎罪 他们全年的罪都被赦免了 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叫ACTS 就是A是Adoration 赞美 C是Confession T是Thanksgiving 感谢神 那S是为人家带导 Sapplication 那其实很重要 我们常常有个悔改的心 悔罪的心 就是Confession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上一次悔罪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犹太人 他有这个赎罪日给我们提醒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想想看我们得罪神 或者得罪人的地方 他们纪念到 他们曾经背过神的约 求神宽恕 他们在那一天 要刻苦己心 就是禁食祷告 所以他们祷告五次 这五次都是为了专心悔罪 使到他们能够 在神面前的罪得到圣明 他们有五样事情不能做 是为了专心 第一个 不吃不喝 不穿皮鞋 不洗澡 不洗刷 我连刷牙都没有了 不摸油 也不擦香水 不化妆 不行夫妻的关系 所以他们很认真 就是为了悔罪 那罪 在我们人 这个进了世界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罪性 很容易的犯罪 所以有人做过统计 平均一个男人 每年撒谎了一千零九十二次 女人呢 稍微好一点 只撒谎了七百二十八次 所以女人比较可信 但圣经讲到这个罪 其实罪从罗马书里面讲到 看到他说 不荣耀神就是一种罪 不感谢神就是一种罪 我们不义邪恶贪乱 恶毒 嫉妒凶杀 真净 诡诈 毒恨 毁邦 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罪 我们可能有 会心的难过 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犯了 加拿太书讲到 所以罗马书就讲了一句话 四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的确是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却是信了主 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 希伯来书讲了一句话 我们忽略旧恩也是一种得罪神 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旧恩 怎么能陶醉呢 这边讲忽略这么大的旧恩 我们有时候把旧恩当作平常了 白白得来 我们白白捨去 旧恩又有什么关系 这旧约的赦罪 耶稣钉十字架 他是神不会痛 这些牲畜被杀 不是我的牲畜 也不是我自己 那么所以看到赎罪日 牵涉到宰杀流洋的事情 若是我们把流洋 当作我自己 那只被杀的就是我 被烧的也就是我 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 律法书的核心就是立位纪 我们看创出立民生 所谓称为的律法书 你看创出立民生 立刚好在中间 立位纪在中间 那立位纪的核心就是赎罪日 整个立位纪讲什么呢 立位纪其实是一卷很宝贵的书 是律法的核心 它重要的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律法 这个律法是要人做圣洁的子民 过圣洁的生活 那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 做圣洁的子民呢 就靠着献祭 这个赎罪日那一天 就是整个立位纪的核心思想 那新约就讲到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希伯来书讲到 律法书上的一个大祭司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 就是永远的大祭司 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听到有人说 整本圣经讲什么呢 就讲神的救赎历史 神的救赎 赎罪日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 什么叫预表 就是神在圣经里面 常常在旧约里面出现的人 事物 祂预先预演给我们看 让我们知道 整个救赎的计划 神早就预备了 让我们看见原来如此 不是偶尔发现 偶尔出现的 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这个叫预表 亚伯拉罕献以撒 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祂的独生子被献上 最后有只羊来代替 就是一个代替的羊 我们叫耶和华以勒 就是一个代替的羊 我们看到这个历维记 其实讲的是 前面几章 一到十五章 是讲到 如何过一个洁净的生活 那借着献祭 借着祭司 所带来的赎罪 使到人可以亲近神 后面几章 也讲了 如何过圣洁的生活 包括我们的男女关系 圣洁的夫妻关系 包括我们敬拜 我们的独一真神 不敬拜偶像 包括一些节日 这些节日 是我们敬拜中间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一头一尾 一个是用献祭亲近神 一个是用节旗来亲近神 今天我们讲到 那三个节日都是亲近神的 犹太人所有的节日 都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他们到如今 他们都守着他们的节旗 那我们中国人 在节旗呢 是庆祝大吃大喝 欢喜在 团聚在一起 神不是我们的中心 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 拜其他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到这边 所讲到中心思想什么呢 就是赎罪日 那天的主角是谁呢 就是大祭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立位祭 是一个很有条理的 前后呼应的 如何使到神的选民 包括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过圣洁的生活 中间的转折点 关键就是在赎罪日那天 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赎罪日那天的灵训 赎罪日讲什么呢 它可以把这整个 三十四节的圣经 可以成为一个结构 它一开始讲到 有关两只山羊 这两只山羊呢 就联究 他们联究 一只归耶和华 一只归阿萨谢勒 阿萨谢勒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 是很古老的字 这个字是讲到 永远打发走 归耶和华呢 就是拿去献祭 拿去圣殿里面献祭 那我们看后面也是 后面的C' 就是讲到他要按手在这个山羊那边 把罪贵给他 把他带到永远 所以我们看到两只山羊 不同的命运 也代表两只山羊不同的功用 一只是在神面前 在圣殿里面 向神赎罪 另外一只是把带到旷野 永远忘记了 就是我们的赦罪 所以神赦免我们 一个是forgive 一个是forget 一个永远带走 一个是因着这只羊的血 因着他的死亡 使到我们最得到赦免 我们再看另外 一个是他这一天 他进去至圣所 三次 第一次他带着香 他这个香是一磅 一磅的香是两把 这个香 然后放到一个金的碗上面去 然后一手拿着这个香炉 一手拿着这个香 就进去至圣所 进去 进去之后来到施恩座前面 他把香倒在这个香炉里面 那个烟物就弥漫 遮盖着施恩座 这边讲的一句话 他不至于死 因为神是极其荣耀的 我们人是不能亲近的 所以靠着这个香 他得以亲近了 另外一个讲到 把山羊的血带进去是弹血 那这个血是怎么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就讲到 他带着公流的血第一次 第二次 带着山羊的血 他进去的时候 假如这个是施恩座 那这个施恩座的前面 还有施恩座的上面 他要往这上面 洒七次的血 弹血 把它弹 弹在这个上面 这个施恩座 其实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上面有两个 基路伯 就是天使 所以这个地方极其神圣的 人不可以进去 但是这一天 他借着香 借着弹血 他来到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 弹七次 在前面弹一次 所以我们看到他弹血 这个代表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这个代表保血的遮盖 好我们请读这个 《立位记》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慢子类 到柜上的施恩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 显现在施恩座上面 亚伦进圣所 要带一只公流堵赎罪的 一只公绵羊为凡击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 把细麻布裤穿在身上 腰出细麻布袋子 头戴细麻布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 然后穿上 所以首先他要洗澡 洗干净了 穿上袍 但是他穿这个袍 是细麻布的袍 细麻布袍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祭司的衣服 在右边跟中间 都是一个大祭司所穿的 大祭司是很荣美的 他头上有这个冠冕 这个冠冕上面写的一个金牌 叫归耶和华为圣 他胸前有十二个宝石 还有穿上一个以佛德 里面有乌林土民 还有加上这些 这个外围的 有铃铛围着他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很荣美的 但是这一天 他为了赎罪 不能穿这个荣美 只能穿左边那个衣服 就是细麻布的衣服 拿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本来有神的尊容 但是他说 因为菲利比书说 他不以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而虚极 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 他道成肉身的时候 不是以神的身份来道 而是以个人道成的肉身 来到世上 献上他的赎罪祭 我们再请读五到七节 要从以色列 会众取两只公三羊 为赎罪祭 一只公棉羊为凡祭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流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三羊 安置在会母门口 会母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流肚 就是小的流 三羊两只 还有绵羊也是两只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羊 流 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若是你今天就是那只流 你就是那只羊 你就是那把香 香要被烧 羊要被杀 我们看到祭司要杀他的时候 在这边动脉各一刀 然后用个碗把血 您住 你想想看 这个本来该死的是我们 这个罪人 但是这个时候 有个带罪的羊跟流 那种感受不一样 但是这边更讲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真正的带罪的 是耶稣基督 他又是我们带罪的羊 又是我们带罪的流 也就是那个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立位记十七章讲到血 有人说为什么 圣经里面讲的旧约 血淋淋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圣经讲 血里面有生命 我们请读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要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面有生命 所以能够赎罪 所以明白原来血是这么宝贵 所以为什么旧约说不能吃血呢 因为血有个很重要的是 血里面有生命 是用来献祭的 我们看到献祭就知道 他们要去这个会幕 去到会幕这边有祭坛 有洗浊盆 然后跟着就是圣所 到了圣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圣所里面 最进去的就是 至圣所里面有约柜 约柜前面有个香炉 是烧香的 我们再看到前面有橙色饼 跟七个灯台 我们出去到会幕的外面 圣所的外面 就是洗浊盆跟祭坛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会幕 是包起来的 这个包起来很漂亮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点的灯 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 大祭司一连一次进到 这个至圣所 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去 这个至圣所里面 他去到施恩的约柜前面 我们请读第十二十三节 拿香炉从耶华面前的毯上 盛满火炭 又拿一磅角细的粮料 都带进蔓子内 在耶华面前把香放到火上 使香的烟云遮蔽 法柜上的诗恩座 免得他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香 是让他可以继续存活 但是这个香代表什么呢 这个香就是诗篇所讲的 就是祷告 我们一起读这个 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二节 愿我的祷告如香 呈现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所以这一幕呢 其实就是来到 诗恩座前面了 这位大祭司就把香放到香炉那边 就烟幕弥漫 遮盖了 所以以至于他能够继续存活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代表耶稣基督祷告 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耶稣一个很长的祷告 是所有记载中间 耶稣一个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 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二十六节 这二十六节讲什么呢 这二十六节讲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叫他为门徒祷告 叫他们合而为一 第二个要他们分别为圣 第三个要脱离这个二者 这个祷告是为当时的门徒祷告 也是如今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应当合而为一 我们也应当分别为圣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陷在那个二者的手段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主耶稣不是那一次祷告 而且是现在仍然为我们祷告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常常有祷告勇士 你们都希望有祷告勇士 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彼此带导 但是有一位最忠心 最有能力的祷告者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现在仍然为我们祷告 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我们什么时候灰心上胆 孤单 在哭泣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位主耶稣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产生力量 我们知道这位主 仍然现在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不怕来到他的面前 第十四节说 他要取些公流的血 用指头弹在诗恩座的东面 又在诗恩座上面 弹得七次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他要弹血之前 要杀这支流 这支流堵是用手按在那边 他把罪归到这个流堵上面 所以流堵成为一个待罪的流堵 他杀了他 就是他代替了我死 这个意思 第十五节说 随后他为百姓献上的公三羊 同样的方法 撒在诗恩座上面七次 撒在前面一次 所以这个是七次 那七次是诗恩座前面 这上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代表 他除去律法上的控告 他查在一个诗恩座的前面 是干什么呢 因为撒旦常常在神的面前 控告我们 所以除去撒旦的控告 所以我们可以读这边讲到经文 以佛所书二章十五节了 而且要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 因此成就了和睦 这边讲什么呢 其实我们做不到律法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律法 称义 律法中间犯了一条 就犯了全部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完人 因为上面讲到 我们很容易犯罪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只有靠 这个保血遮盖 另外一边 撒旦常常在神面前控告 我们知道约书 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就在那边控告 就是你穿着泼烂衣服 你是个基督徒 你的行为还如此 常常让我们自己感受到羞愧 好像我已经不能够 再继续成为神的儿女了 有时候是灰心上胆 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撒旦的控告 同样靠着保血的遮盖 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十节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丢下 他是不断在控告我们的 不但是控告 在神面前控告 也在我们的良心上控告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就靠着信心 奉主的名 让他们撤去 因为神的保血 已经洁净了我 我们再看罗马书 第八章说 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坐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祷告 所以这段经文何等宝贵 这宝贵不管是撒旦的控告 或者律法的控告 我们知道这个约会 里面藏的是什么 约会里面藏的就是法板 法板就是律法 律法就是会控告我们 所以我们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能因律法能够称义 只有靠着耶稣的保血 所以这段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杀血 在赎罪 那我们看到这个赎罪 这个字的意思 什么叫赎罪 这个叫Kafar这个字 这个是Shelter这个字 或者说隐藏在里面 但是真正字的意思 是一个遮盖的意思 Cover 我们常常听过 Cover up Cover up 所以这个遮盖住 好比我们这个墙有脏了 所以在涂油漆 就把它遮盖了 但是里面脏东西 还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遮盖 我们看到创世纪讲到 罗亚造方舟的时候 他把一间一间渴起来 但是为了防漏水 他就用这个漆去Cover up 所以同样这个赎罪 这个字就是Cover的意思 所以这边讲什么意思 其实流洋的血 是暂时Cover up 一直等主耶稣来到之后 才真正的Take awa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救赎 那我们一起看 把罪遮盖 只等到主耶稣 来完成他的 戴罪 赦罪 跟除罪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看旧约 许多的事情 一直到新约 主耶稣来了 他说成了 才完成这个救赎 约翰福音 在讲到 施洗约翰看到 耶稣就说 看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这个除去这个字 也是夸号 叫做背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又背负又除去 我们再看 讲到阿萨谢勒 这个什么意思呢 英文有的翻译 叫做Skipco 他就为两只羊 一只左边 一只右边 拈旧 就抽签 他有两个牌子 这个牌子有一个说 归耶和华 另外牌子是归阿萨谢勒 是两个不同的命运 两个不同的结果 所以阿萨谢勒 这个字就是 Strong Depart 就是永远离开的意思 所以它有好几个意思 在那边 或者带走的羊 或者完全地离去 所以我们看到 这只羊归阿萨谢勒 就是把我们的罪 带到永永远远处去 永远找不到了 无人之地 所以我们的赦罪是完全的 常常我们讲到 我们饶恕别人 I forgive you 但是I never forget Forgive不容易 所以这边讲到 神的赦罪 不但是forgive 而且forget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人 是神看为是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就是我们这一位 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个是讲到 它有两只羊 拿着两只袋子 它 念旧 归耶和华 归阿萨谢勒 然后归耶和华呢 有个牌子上面写着 归耶和华 他按在他头上 他就归罪给他 所以他就拿去圣殿里面被宰杀 这就是这只归耶和华的羊 另外一只龟 阿萨谢勒 他就按手在他的头上 然后呢 就归罪给他 带到永永远远去 所以两只羊都被归罪 刘也被归罪 所以刘羊是我们的带罪的 所以下次看到刘羊 也有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就是 原来神用他们 但是这个感情更是 刘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代替了我们 所以他们是 归耶和华的 就把红带放在脖子上面 就被杀了 另外归阿萨谢勒 是放在脖子上面 那就被永远带走了 所以我们姐妹们 戴围巾是很有意义的 戴在头顶上 或者戴脖子上面 都是神的羊 那我们看到 他归罪是两只手 按在他头上 按了之后 我们看到就归罪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随便给人家按手 看他是按什么手 一个祝福的按手 跟归罪的按手不一样的 所以 清楚问他 你到底按什么 两手按在羊的头上 成人以色列 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罪迁这个字 就是罪的意思 所以我们有时候 达不到标准 或我们一切的污秽 这就是罪了 把他送到无人之地 旷野那边去了 我们可以想到 一只生 一只死 一只自由 一只没有了 线上 都是有神的功用 我们看主耶稣 在被钉石架之前 他说 彼拉多说 你们要放哪一个 要巴拉巴还是要耶稣 他说我们要放巴拉巴 不要耶稣 耶稣代替我们死了 巴拉巴自由了 巴拉巴后来成不成为基督徒呢 很可能 他会有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他为我死了 所以有一次我在缅甸 就看到 英国军队 在缅甸战争而死的 他们的坟墓 这个坟墓 我就看到坟墓 每个上面都写着 他们的感言 就是家人为他预备的坟墓 这边有着写 Too young to die 太年轻了 但是最多写的是什么呢 He died so that I may live 他死了 死我能够活 这就是巴拉巴的心情 因为耶稣死了 他活了 他有机会信主 痛改前辉 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 做赎罪记的公流跟公羊 公山羊的血 既带进圣所赎罪 这流羊就要搬到营外 将皮肉粪用火粉烧 这是赎罪记一个特色 赎罪记只把脂肪烧在祭坦 但是他的身体上 全部要拿到营外 被烧掉 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钉十字架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就是那个营外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原来深处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做赎罪记 深处的身体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要当出营外 这边就讲到 耶稣为我们受辱受苦 同样这边鼓励我们 也要跟基督一同受苦 受辱 弟兄姐妹们 我们信主之后 有没有为主受过苦 有没有为主受过辱 若是没有的话 很可能我们要 好好地去悔改 我们受苦是命定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恨 主耶稣跟恨所有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 初期教会 彼得约翰他们被打被抓 他们回来之后好开心 因为配受 与主一同的受苦 我们要付代价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 若有人要跟从我 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 这就是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其实是一种舍己 十字架是为主的缘故 舍己 所以我们试试看 希望我们有机会 为主受苦 为主舍己 为主甚至受辱 这边讲到一个 救赎 跟赦罪 以佛所书一章七节 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这边讲到两个字 一个是 救赎 一个是赦免 看到吗 那救赎跟赦免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不同的是在 救赎是因为 你pay the ransom 你付了赎金 所以你可以得到释放了 假如某某人被抓去了 他有一个办法 就是付赎金 我们一个战争的俘虏 付了赎金 就被释放了 另外一个赦免 就是打发走了 永远忘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是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看诗篇 103篇讲到 东离西有多么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也离我们有多么远 东西 这个地球上面 东西是无止尽的 同样神叫我们 过犯永远忘记 这个就是阿萨谢勒 永远带走 所以神的赦免 是赦罪的恩典 是极其的宝贵 所以因此 神看我们 是圣洁 无有瑕疵 其实是透过耶稣基督 来看我们 就像我们戴一个眼镜 或者看一个玻璃 这个玻璃是蓝色的 我们看到 所有的都是蓝色的 是绿色 全有都是绿色 红色就是 所有的红色 但是父神 从今看我们 因为我们的 罪得赦免 我们是圣洁的 是没有瑕疵的 这就是 我们的救赎 跟着这个救赎完毕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 他们怎么回应呢 我们请读 第二十三二十四节 亚伦就要进会幕 把他进圣所 使所穿的细麻脱下 放在那里 又在圣所用水洗净 穿上衣服 出来 把自己繁祭 跟百姓的繁祭 为自己 他要洗澡 再换上华丽的衣服了 这次是代表 大祭司 因为为感谢 因为这是繁祭 不是赎罪祭 繁祭是感谢 我们知道 罗亚出方舟 第一个祭就是繁祭 献上繁祭 感谢神 那我们再看这边 就是 两支是绵羊 来献上繁祭 这是我们得救之后 对神的回应 所以罗马书讲的一句话 什么说呢 是很有名的 就是讲到 我们这么多的救恩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神呢 这是第十二章 一到二节了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是理所当然的 活祭 在不同死祭了 是把我们的生命献上 为主而活 这叫活祭了 以前流洋杀掉了 这是死祭 血祭 但是这边是活祭 活祭更不容易 因为流洋只是一次 活祭是一生之久 我们为主而活 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是讲到 一个事情是 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知恩要报恩 我记得以前 看过一本电影 或者小说 就讲到 鲁宾孙漂流记 他漂流记讲的 这个人漂流在一个孤岛 二十几年 但是后来发现 有一些野蛮人 这些民族 把一些俘虏抓了之后 带到这个孤岛里面去 把他杀了 吃了 他看到太可怕了 有一天 他把一个人救 让他脱离 这个二者的手 这个人的名字 他就给他取个名字 叫做礼拜五 星期五 Friday 我们也是一样 被神救了 我们就开始服侍神了 那我们的名字也改了 叫做基督徒 或者门徒 我们有个不同的身份 因为我们是感谢神 来服侍他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一生的道路 都是主的 我们看赎罪于耶稣基督徒的关系 希伯来书 是讲到这个十六章 从新约的角度 是一个将来美式的影儿 这个美式的影儿 是个shadow 是个影子 这个shadow是什么 当我走到哪里 影子都跟着我哪里 我们知道这个shadow之后 其实很快 主就来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是影儿 他就讲到希伯来书 第十章第四节说 因为公流跟山羊的血 断不能赎罪 因为我们的生命何等宝贵 流洋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也不是那么贵 虽然是相当贵 但是不是那么贵 但是我们只用无价的生命 来代替无价的生命 这就是赎罪了 那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第十节 我们凭着这旨意 靠着耶稣基督 一次的献上就可以成圣 以前我们看 每年他们都要去 至圣所那边献上洒血 阿撒歇勒 但是耶稣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一次 从今以后 不需要献祭 所以现在以色列说 要重建圣殿 是跟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完全的祭 已经献上了 不需要再献了 我们看到这一幕 其实一直念旧 一个叫forgive 一个叫forget 这是神之两之三羊 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间赎罪的恩典 以赛亚书就讲到 我们一起读这个五十三章六到七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华师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的地方 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 无声 他总是不开口 他是一个无声的戴罪羔羊 不讲话 因为神把所有的罪 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 为什么在科西玛里原 这么的迫切祷告 若是这个碑可以的话 就撤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来照你的意思 这边就讲到 父神把罪归在他身上 他在十字架上讲了说 我的神呢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因为那一刻 他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他身为一个戴罪羔羊 所以施洗约翰讲的一个字 叫做 他除去世人的罪孽 除去这个字 希腊文叫Iro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做背负 Live up 我们背着 扛着 背负 另外一个是take away 把他带走 所以这两个意思 跟我们的赎罪都有关系 他又背负我们的罪 说耶和华把所有的罪 归在他身上 归罪 然后最后阿撒歇了 把他的罪带走 除去 所以我们看神的救恩是何等宝贵 既forgive 也forget 永远带走 耶稿为我们钉十字架 刚刚我们其实诗歌里面讲到 是哥哥他 或者calvary 或者说 骷髅地 都是讲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钉十字架的地方 他是神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讲了十七句话 第一句话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不知道 他第一个是求赦罪 我们可以看到赎罪日 也是求神赦免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句话 说我的神 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把罪贵的他身上 父神湮灭不堪 第六句话说成了 成了意思就是说 完成任务了 pay off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赛亚书讲到 以他为赎罪祭 他献了罪 他的儿子 这个罪就赦免 罗马书讲挽回祭 约翰遗书讲挽回祭 所以这个挽回祭的 字根是什么呢 是约会上面的施恩座 你说这个奇妙吗 挽回祭原来就施恩座 那记得施恩座上面 是洒血的地方 所以耶稣的宝血 洒在施恩座上面 使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生命 成了 是耶稣完成的使命 但是我们一生的道路 也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也要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间 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 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 你能够说 成了吗 成了 感谢主 他就说 你是又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看到 当这一幕是 耶稣被钉死 实际上 在圣殿的曼子 从上到下 分开一半 所以因此 希伯来书就讲 弟兄们 我们既因 耶稣的血 可以坦然进入自圣所了 是借着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身体 原来 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死人宝座前 不需要带着流洋的血 因为耶稣的血 已经遮盖了 所以因此 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既有一位 已经深入高天的 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死人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施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向他祷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妹 赎罪日 其实是神 在三千五百年前 借着赎罪日 所给我们一个命定 这个救恩是如何的完成 让我们从赎罪日了解到 这个救恩 是付上极大的代价 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要为主而活 我们知道这么宝贵的救恩 不能够当作平常 最后我想一个感恩的回应 那我们一起读这几节 那我们一起读这几节 我自己写的一个感言 感谢救赎罪日 感谢救赎其恩典 常常来到主面前 我主戴罪献为祭 私恩宝序 学在旷野 永旺季 主为我祷多有利 献身为祭 按主意 这是不是我们今生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奇妙的恩典 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祂为我使献上挽回祭 祂在私恩座前 宝血舍杀 使我所有的控告都废去 祂把我的罪 带到旷野永远忘记 而且现在仍然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得到能力 因此我们的回应 就是献上请身 按着主的意思来献上 最后我想 一个刚刚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 He died so that we may live 我再写 加上两句话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He prays so that we may be free We shall finish so that we may be pleased 就是 祂死了 是我能够活 祂为我祷告 是我的自由的力量 最后 当我完成了 我也跟主说成了 那祂会开心 很喜乐 说 祂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现在一起的默想 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旧恩 借助赎罪日 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到那只山羊 公流毒 那香 都是神的恩典 那香代表 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那流毒跟山羊 祂的血 撒在施恩座上 使到我们 不受到撒旦 跟律法的控告 我们把祂 归阿撒谢人 那只山羊 带到永远 旷野 无人之地 祂得到自由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 都是神你自己的恩所成的 我们要感谢你 当我们明白这个宝贵的旧恩的时候 我们只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就是你怨纳的反计 让我们为主而活 让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 有一天 我们在你面前说 我已经完成你的托付 愿你自己对我们说 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们在这个地上 同跑天路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祢在为我们祷告 使到我们虽然灰心丧胆 我们身体软弱 我们前途茫茫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 祢在为我们祷告 但愿我们能够生命上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让我们的生命为主燃烧 能够荣神义人 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 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